此夫西河返家徒乃周晋王二十七年 鲁埃公二年 西元前四九三年 孔子年五十九岁 游臣回到魏国 孔子一生到过魏国五次 这是第三次回到魏国 此时已年近六十 赵简子使人来聘孔子 孔子自未入境 由于晋国位于黄河的西边 东边是魏国 话中的孔子 驾着周朝行事的马车 行到黄河边 正欲渡河 听到赵简子杀了晋国斗抽民毒 及顺华两位贤大夫的消息 孔子面对黄河很感慨地说 美丽浩浩的黄河啊 可惜我渡不了 这是天命啊 赵简子未得志时 需要他们两人协助 才能从事国阵 想不到成功得志时 却将这两位贤大夫杀了 即使无知的禽兽 碰到无意的事情都知避开 何况是人呢 于是不再渡河 就坐车再回到魏国去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